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暖家行动 盲人李阿姨的日常生活 长春轨道交通春节期间调整全线路车阁 那月29和正月初六会进行速短行车间隔 但是在初夕至初五的时候会对行车间隔有所调整 来关注一下我省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最新情况 昨天全省新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两例 长春一例 通化室一例 都是通过主动的检测筛查室发现的 另外有一个好消息 全省在院治疗的确诊病例当中 有27例确诊病例达到了新冠肺炎的出院标准 长春是两例 通化室25例 2月4日零至24时 全省新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两例 长春是一例 通化室一例 均是通过应检进检人员开展主动检测筛查发现 有27例确诊病例达到新冠肺炎出院标准 治愈出院 截至2月4日24时 全省在院治疗确诊病例300例 长春是100例 通化室196例 松原是4例 其中微重型7例 重型19例 普通型212例 轻型62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4例 长春是3例 通化室1例 目前以上无症状感染者 均已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守王都市刘阔编辑报道 今天上午通化室召开疫情防控 第22场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通化疫情防控工作的最新情况 据介绍截至2月4日24时 通化室在院治疗确诊病例196例 累计治愈出院和解除隔离医学观察118例 2021年2月4日 零至24时 通化全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 通过对应检进检人员开展主动检测筛查发现 治愈出院25例 截至2021年2月4日24时 在院治疗确诊病例196例 累计治愈出院和解除隔离医学观察118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例 为应对此次疫情通化室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一是从2月4日10时起 将吉林通化国际内陆港务区 通化医药高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二是精准开展流调排查管控 截至2月4日24时 累计排查密接者3158人 次密接者4363人 累计解除隔离1555人 已经连续7天呈下降趋势 港务区方舱隔离点交付使用 已接收隔离人员78人 三是积极进行科学救治 四是毫不放松地做好农村疫情防控 五是有序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设置了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接种点 截至2月4日累计接种6750人 六是持续开展全面消杀 组织新一轮无死角多形式彻底化消杀作业 2月4日集中对223户病例家庭进行了重点消杀 七是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 为精准把控人员出行信息 提高工作效率 在通话市区管控区域 启用疫情防控电子通行码 运用信息化手段 为疫情防控提供精准支持 助力疫情防控智能化 目前电子通行码已在部分区域试运行 试点成熟后将于近期全面推广 首网都市报道 通过刚刚的消息 我们也了解到了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从昨天10点起 通话国际内陆港务区和医药高线区 已经调整为低风险地区了 据了解 通话市这两个区域内实施封闭管理的 商场超市药店等营业场所 在落实防控措施的情况下 将有序恢复营业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 自昨天实施起 吉林通话国际内陆港务区 通话医药高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两地将在落实好低风险地区防控措施的基础上 继续强化网格化 精细化管理 对春节返乡人员做好信息登记和日常健康监测 督促减少外出 落实好戴口罩 勤洗手等个人防护措施 已实施封闭管理的商场超市药店等营业场所 在落实防控措施的情况下 有序恢复营业 通过措施开门 错峰购物 延长营业时间等措施控制客流 严格落实手诊报告制度 充分发挥村卫生室 诊所 药店的哨点作用 做好一退两抗药品 实名登记销售 发现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的可疑患者 及时向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 提倡红市缓办 白市减半 宴会不办 不扎堆 不聚集 控制农村集市规模 疫情防控工作除了控制工作 预防工作也正在推进 根据部署长治市已经全面启动 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目前各区域的接种工作 正在根据自身特点有序的开展 比如说长春宽城区流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就实行了 错时错峰 分批分拨接种 每天接待人数不超过200个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长春市全面启动重点人群 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目前长春市共设置 270个新冠疫苗的接种网点 我现在位置就是在其中的 宽城区流影社区卫生中心 可以看到目前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正在科学有序的开展 我们是从1月16号开始 接种新冠疫苗的 到昨天为止呢 一共接种了789针 今天主要是为街道办事处 行政社区的工作人员接种 由本单位先报名 接待本人身份证就可以 据了解 未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宽城区流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实行错时错峰 分批分拨接种 每天接待人群不超过200个 前来接种新冠疫苗的受众者 需在扫码测文登记后 填写健康状况询问表 为了确保接种安全有效 受众者需在接种新冠疫苗后 留关半小时左右 方可离开 出现这个恶心了 呕吐了 不识了 接种局部 有红肿热痛的 这些呢 都可以及时地跟我们反应 跟我们说 我们都会应急地处理 但这些呢 都是接种的 一过性的 异常反应 对接种呢 不产生大碍 我们这次疫苗接种呢 是安全有效的 据介绍 符合接种要求的对象 是18至59岁的重点人群 共接种两剂疫苗 两剂间隔2到4周 需要注意的是 有严重慢性病 过敏体质 严禁使用新冠疫苗 患有血小板减少症者 或出血性疾病患者 应慎重接种该疫苗 处于发热 或急性疾病期患者 应推迟接种该疫苗 首网都市赵新 宇峰报道 随着疫情情况 总体向好 一些公共场所 也即将重新开门了 今天起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 和吉林省图书馆 等公共场所 已经正式恢复开放 当然 这是有条件的开放 没错 什么条件呢 想去的朋友 首先要需要的是 提前预约 进门前 要配合工作人员 出示吉祥码 并且测温 才能顺利进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市文庙博物馆 从今天开始 长春市文庙博物馆 将正式的恢复开放 恢复开放的区域 是整个室外的展区 所有室内的展馆 还是处于关闭的状态 所有的游客 可以通过网络预约的方式 到博物馆游览 我们开放的时间 是每天的早9点 到下午的4点 但是每周一是闭馆的 然后室内 暂时是对大家不开放的 然后也暂停了人工讲解 恢复开放后 文庙博物馆将继续采取 线上线下同步游览的方式 由于室内展厅关闭 游客可通过网络平台 观看室内景观 我们的各大平台 还有我们的抖音号等等这些 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VR 还有我们的语音导览 这几个方式来详细的参观 我们室内的这些各个景观 我们要提前一天预约 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有这样的一个预约程序 实名制预约 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打电话预约 然后我们的电话是 043189612677 同时恢复开放的 还有吉林省图书馆 开放时间是2月5日至2月21日 上午9点到下午3点 2月11日除夕当天 开馆时间为上午9点至中午12点 实名仍需提前一天 进行实名制预约登记 到管后配合相关人员的检查工作 读者通过我们的吉林省图管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预约之后进入管理 然后到管之后 要进行扫码测温 进管之后 按照我们疫情方向要求 就是保持好安全气力 据其吉林省图书馆 共开放1800个座位 其中线上预约1500个 约满为止 特殊群体线下登记300个 65岁以上老年读者 残障读者等特殊群体 可以凭有效证件 现场实名登记入管 守温度室 王磊 海军马达 现在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很多地方 得是扫码测温之后 才能够通行 也都理解并且配合 但是测温还好 一说到扫码 有一些个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没法扫码的老年人就犯愁 健康码对他们来说 简直成了日常生活的拦路虎了 这个困难已经解决了 最近我省重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在集市办平台新上线了 家人带领吉祥码 代理注册集市办 健康信息代查三项新功能 方便老年人出行时使用 记者在省重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了解到 集市办上线家人带领吉祥码 代理注册集市办 健康信息代查三项新功能 市民可通过微信的集市办小程序 或集市办APP登录获取吉祥码后 点击吉祥码下方的家人带领功能 为家中老人孩子等无手机人员带领吉祥码 老人只需完成人脸识别 即可通过代理人账号出示吉祥码 有很多老人不会注册 他把身份证号说出来 把他手机号 如果他有老年纪的话说出来 那么扫码人员可以带他去进行这个注册集市办 注册集市办以后 当他健康信息同时就从国家接口就调用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呢既帮他注册了集市办 也帮他调用了扫码的过程中的健康信息 如果要是他已经有了 集市办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功能 把他的健康信息再调出来 与此同时 各类场所的扫码员可使用 马上行动APP的代理注册集市办 通过核验身份证信息 及手机验证码帮助持非智能手机人员代理注册集市办 并核验其健康状态 马上行动APP还增加健康信息代查功能 扫码员录入被查验者的身份证号和姓名 并对其进行人脸识别后 即可查验被核验者的健康状态 以上三项新功能的具体使用方式 可访问省政府网站进入武功秘籍专栏查阅 此外 吉祥码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实现以国家防疫信息码为中介的跨地区健康码互认 外省人员来我省可直接出示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信息码 我省马上行动APP可对其进行扫码核验 我省吉祥码还可切换为国家防疫信息码 为出省人员的正常通行提供便利 出于防控需要除了吉祥码 你要走得比较远的话 还得预备核酸检测结果 像今年春节返乡人员 就得提供7天之内的核酸阴性的证明 检测成为春节返乡人员的刚需 各个检测点也成了春运的前站了 那么这个核酸检测需求量 是大幅度的增加了 各地的检测能力能否跟得上呢 昨天在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发布会上 国家卫健委的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解答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提升各地核酸检测的能力 截止到2月1号 单管的核酸检测能力 已经提高到了每天1600万份 已经是比去年3月份的126万份 每天提高了11倍还多 郭彦宏表示 一方面要加大核酸检测的供给能力 另一方面在价格上能够让群众可负担 通过集中的采购降低费用 很多地方都已经降低了核酸检测的 单次的费用 有的地方是80元90元 我们按照相采样现检测的 这样一个要求 在相当卫生院提供检测服务 同时我们也鼓励 我们的基层的医疗机构 有条件的要建核酸检测的实验室 还可以配备一些核酸检测的车辆 能够开展下乡的巡回的检测 为回乡的老百姓提供便捷的服务 青岛啤酒畅向欢聚时刻 青岛啤酒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基金市变化 dile��及时刻 给全国因的加 deadly 修行 注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春轨道交通春节期间调整全线路车阁 那月29和正月初六会进行速短行车间隔 但是在初夕至初五的时候会对行车间隔有所调整 超市活动抢茅台没法支付咋回事 物料款是什么原因呢 我要他们解答这个问题 是技术上的原因还是他们有意的作为 他们没有明确回答 我现在也不得而止 我也得去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首昂都市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马上就要过年了 但是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呢 今年春节啊 很多人都选择了就地过年 本来外出工作 平时陪伴父母的时间就不多 那对于春节不能回家 多数年轻人最担心的就是家里的父母会感觉孤单 那说到这儿呢 长春市李淑珍阿姨的生活状态呢 倒可以给大家一个借鉴 李阿姨今年64岁了 因为儿子是现役军人 常年都不能陪伴在她的身边 但是李阿姨呢 却一点都不觉得清冷 因为啊 她有一副热心肠 还用这个热心劲活成了大忙人 暖家行动温暖你的期待 今天呢 我们守王都市跟爱心志愿者团队 一起来到了长春市春园社区李阿姨的家中 那么爱心志愿者团队呀 也为李阿姨准备了一些爱心物资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一起出发 李阿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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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这是我们守王都市给您拿来的福袋 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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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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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一行人刚刚进门 李阿姨的电话就突然响个不停 原来是给同社区的其他老人介绍的工作有了着落 李阿姨赶紧招呼志愿者们先做 自己匆匆下了楼 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李阿姨多次用爱管闲事这个词来形容自己 退休门事这个词 李阿姨就一直在社区工作 大到方针政策的执行小到邻里矛盾 家长里短都在她的操心范围内 大家的闲事她一管就是十几年 即使退休了也没让自己闲着 靠着一副热心肠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大忙人 除了帮助社区内的人们 李阿姨还热心于公益事业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李阿姨加入了一个专注于老人心灵呵护的公益志愿团队 在这里李阿姨充分发挥着自己的热情 经常去敬老院 和老人的家中帮忙照顾 陪他们聊聊天 唱唱歌 全然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64岁的老人 李阿姨给人的印象呢 就是一直非常和善 然后总永远是笑嘻嘻的 然后她对咱们社区的老人呢 就是尤其是居家老人这一块吧 进行了很多的帮助 只要我们社区有需要支援服务的时候 她都会义不容辞的过来 我没讲话 你也要讲一下 就是我心里干的 他省了你 你家阿妥正不冷吗 今天还行 那天还行 那天长了 那天 动静还得那什么 还拍一个大衣那些 那这两天都老了 我这都又差了 不但人家来看我 那来坐来过来捞车 那我心中最老她也是好人 她也是好人 这两天对她照得非常好 但是呢 她也有孤独的面 她愿意让这些儿娘去呢 去呢 去跟她唠头嗑 解解她的心灵 那老年人都抱着你 就是感觉到哎呀 就是来了呀 马修行 特别特别的亲切 你给她唱歌 她跟你拿一起唱 很多的人唠了 她也很无助的 就是这样一个风风火火 永远燃烧着热情的老人 偶尔也会有孤独的时候 李阿姨的儿子是一名军人 平常很少有机会回家 有时候即使想念孩子 李阿姨也很少 主动给孩子打电话 生怕孩子忙 自己影响了她 他们一年中 就是能回来 看望咱们几次 哎呀那是太少了 11月份回来一次 过年没回来 一直到现在还没回来 那天我儿子打电话又说了 可能今年又不能回来 会不会有一段小失落 怎么说呢 有时候看着别人家的孩子 都回来了 赶紧的自己真实 就赶紧的 哎呀 就想就是想 但是一想到呢 他们呢 还是给国家做工县的 还是应该的 李阿姨这些年来 帮着很多的国家老爷 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你 也非常来关注你 我做的爱公益的向你们学习 爱出者爱反 福王者福来 一直以来 都是李阿姨奉献自己的 热情传递着自己的爱心 如今 希望我们的拜访 也可以温暖李阿姨的小家 传递社会的爱 给大家 软家行后 温暖你的期待 轨道交通是我们出行时的 重要公共交通工具之一 那为了保障乘客的出行呢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 目前已经做好了 节日期间行车计划安排 并对全线路的车格进行了调整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天呢是2月5号 距离春节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今年的长春市轨道交通呢 也是全程不休息 为乘客提供出行服务 那么面对年前年后可能到来的客流高峰 以及在过年期间客流有所减少的情况 轨道交通呢 也是提前做好了行车计划 调整了这期间的行车间隔 根据往年春节期间的客流数据显示 春节七下期的前一天和最后一天 将会出现离城返乡的客流小高峰 但今年受疫情影响 部分乘客呢会选择流长过年 预计客流量会较往年有所降低 那月29和正月初六 会进行缩短行车间隔 但是在初夕至初五的时候 会对行车间隔有所调整 行车间隔交往日会有所增大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呢 所有乘客在乘坐长春地铁的时候 都是需要进行实名登记的 我们也看到有工作人员 正在现场为乘客进行扫码 那么乘客如果无法扫码的话呢 包括没有智能手机的情况 那么也是有工作人员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手动记录 来进行实名登记的 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乘客 在乘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搭好提线量 千万别耽误行程 春节期间各线路的运营时间是不变的 仅三四八号线因为行车间隔的调整 中间的部分车站的首班时间会有所变化 但是整个体的那个两端终点站发射时间均是六点 各线路春节期间的具体行车调整情况 可通过关注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公众号进行详细了解 守望都市长汉广为报道 春节临近 为了营造良好的客运市场秩序 保障市民春节期间出行安全便捷 长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呢 于近日开展了为期百天的执法行动 针对市区内出现的各类非法营运行为是集中治理 截至一月底已经查处了出租车违法违规行为36件 不合规网约车65件 2月4日我们了解到 长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自2021年1月11日至4月20日 在市区内开展了为期百日的整治行动 整治期间 执法支队将重点查处车站 机场等区域出现的非法营运行为 这台车是否从事网约车行为 是 是啊 刚才这单从哪拉来的到哪去 从西方远到东北市 这车有没有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营证 没有 把这个地点照上 到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上这处理 为了阻断这个疫情传播途径 自呢 1月14日起 省内部分发往长春市区的 搬线客车旅游包车停止营运了 于市公安局交通公安分局和战前分局 加强协作 互相配合 从严从重打击 这个非法营运行为 据介绍 截至1月31日 长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共查扣非法营运车辆10台 查处出租车违法违规行为36件 不合规网约车65件 公交车违法违规行为3件 货车超载行为52件 春节临近 临床用血量呈上升的趋势 然而呢 采血量却无法达到库存的标准 为了补充长春市的血液库存量 一家爱心企业的员工们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他人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在国字委的号召下 新兴雨集团在小年的这一天 组织员工无常献血 公司内部发出倡议后 100多名员工积极响应号召 早早地就来到了采血地点 经过严格的检查 最终86个人成为无常献血者 能够成功捐献血液 对于他们来说 是送给自己和这个社会大家庭 新年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的爱心转化成了一份动力 不仅能挽救的是一个人的生命 更是一个家庭 每当知道我的血液流到别人的血管里 我会感到一个非常自豪 如果再有类似的活动 我会积极响应 最终86位热血青年 捐献了30400毫升血液 为补充长春市的血液库存 贡献力量 据了解 年关将至 很多血液病患者和等待手术的病患 对于血液量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而长春市的采血量仍然存在一个缺口 所以参与无常献血的倡议仍在继续 您的一次善举无害于自己的身体 却能够成全一个有血液需求的家庭 默默奉献的真情 用点滴热血重燃生命 守望都市张默新南报道 春节期间 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将放假调休 那放假期间相关业务的办理情况呢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 2021年春节放假安排为2月11日至17日放假调休 2月7日2月20日上班 放假期间 政务大厅住房公积金窗口柜台业务暂停办理 96899住房公积金热线人工服务暂停咨询 网上查询业务正常服务 为了方便老年人出行 吉士办上线家人带领吉祥码功能 群众可通过吉士办小程序或吉士办APP登录 获取吉祥码后 点击吉祥码下方的家人带领功能 为家中老人孩子等无手机人员带领吉祥码 老人只需完成人脸识别 即可通过带领人账号出示吉祥码 长春市科技局现公开选聘科技服务企业 选聘范围为在长春域内注册的科技服务企业 服务年限三年 报名单位将所需材料于2021年2月7日16点前 送至长春市科学技术局科创大脑建设领导小组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超市活动抢茅台 没法支付咋回事 物料款是什么原因呢 我要他们解答这个问题 是技术上的原因 还是他们有意的作为 他们没有明确回答 我现在也不得而知 我也得去执行 承诺买车赠保险 说好的咋不对线 就是不理性我的协议 它必须强制性的 要求我呢 必须在他那里买高险 这个并没有前置信的 已经跟他告知了 目前的这家公司 既然承认之前的业务范围 那么呢 之前的合同 他们呢也应当承认 新规出台 提许市者存款万元以内 无需继承公证 由原来的继承公证 加上银行审核的环节 变为了仅仅是银行审核的环节 清洗八卫片 国药清控血 洗好心脑好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专制可谈喘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咱们接着来关注新闻 临近春节 大家都在忙着置办年货的 很多线上线下的商家 也趁着这时候 纷纷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活动 其中 抢茅台的活动 是吸引了中毒消费者 大家觉得 这是一个拼手速 拼运气的活动 跟中彩票差不多难 而且 即便在运气上过关了 也不一定最终把这酒拿到手 像前些天 长征的崔先生就参与了 麦当龙超市的一个 抢购茅台酒的活动 他抢到了 可到了付款的时候 却怎么都付不上了 麦当龙推出一个活动 就是在APP上 25积分 可以抢购一瓶茅台酒 就是评价 1499 然后在线上支付 约份的时候 抢到了茅台酒 到12点 这7点都可以付款 超过12点 也是到第二天了 就停止这个付款的活动了 我从7点中开始 一直到半夜12点 始终没付上这款 崔先生表示 他是1月30号抢到的茅台酒 却怎么都不能付款 一直都显示 抢购人太多 一会儿在世 和茅台酒已经受庆 等字样 为此他也联系到了 麦当龙超市的客服 可对方也没有给出解决办法 他们给我回复是人多 那个就是不好意思 就说抱歉 下次再抢 这个酒呢 我已经抢到了 7点零几秒钟 我就抢到了 但是付不了款 是什么原因呢 我让他们解答这个问题 是技术上的原因 还是他们有意的作为 他们没有明确回答 从来没有 对这方面有任何回答 所以说 我不能理解 不能接受 崔先生表示 酒是小事 但是应该有个解决事的态度 随后记者来到了麦当龙超市 并见到了当天的值班经理 这是软件的问题 还是说 之类的 后台什么 咱知道吗 我现在也不得而知 我也得去咨询 因为就是 我们这个活动 从11月18号开始 有这个茅台线上抢购 包括您也说了 就是您也抢到过很多瓶了 就从那个时候至今为止 还就遇到您这一种 这个情况的 针对此事 罗经理也给出了解决办法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 不是我们一家商场在做 是我们全国 全国九十多家店 在做这个活动 今天既然您找到这来了 我们会通过我们商场的 这个我们自己的工作流程 去跟那个总部 还有这个后台运营商去反应 那怎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能不能给一个时效 我最晚下周一给您回复 说的这个方法咱认同 最晚下周一 认同 那这儿您俩那个互相留个电话 记者也拨打了APP上的客服电话 反映了此情况 这边我有财看到顾客的这个信息 我们的庄园也帮顾客去反馈到了庄园这边了 那庄园这边是告知 顾客这个原因是因为活动火爆 建议顾客继续抢购 后续关注的 那咱们客服这边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呀 那您这个问题我这边会帮您记住清楚 然后也会转交我们的相关部门 守望都市一鸣彭飞报道 消费者无论是参与活动还是花钱购物 最需要的是一个顺畅的过程 也都不希望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 2016年长城的王先生买了一辆昌和汽车 当时4S店承诺 买车就赠送终身免费保养 可前些天当他到店里想给车做保养的时候 对方就告知 必须得在这店里上保险才能给你做 王先生挺郁闷 你给消费者的承诺 用不用上个保险呢 2016年7月23 在那个吉林省花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买的车 然后当时他给我承诺的是终身免保养 每5000公里或者半年一次 然后没有其他绑定消费 然后今年的话前几千去保养 他现在不履行用协议 然后让我重新签协议 王先生说 他所购买的昌和Q25汽车 一共花了6万多元 当时是在华通汽车车展上看车 由于被终身免费保养的政策吸引 所以才事后前往4S店付款的 这是当时我买车提供免费保养协议 他这没有啥理由 就是你你想在我这保养 就必须签你签协议 在我那买保险 当时他买车的时候没有提供 说必须在他这买保险 随后为了进一步了解此事 我们来到了位于世纪大街附近的 吉林省华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当时已经跟销售的去沟通了 就是你正常是这次可以做 但是我们已经告诉你这个协议 你要去签新的协议 因为之前的那个吉林华通 那个汽车贸易协议公司 那公司它已经注销了 我们是一个新的公司 新公司是承接这个老公司的业务的 那为什么他这个老公司的 那个协议现在不履行 因为他这个之前的 他这个协议老公司签的时候有问题的 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企业变更 新老公司间并未签署 关于客户保养问题的交接合同 但确实承接了相关业务 所以王先生如果目前不签新协议 并在4S店购买车险 是不能继续享受 终身免费保养政策的 就不履行我这协议 他必须强制性的 要求我们必须再装 这个没有签新的 已经跟他告知了 你不是说是这个协议的问题吗 协议不是咱们4S店里 协议的问题 是老公司签进的协议 我们新的公司 在跟客户签进新协议的时候 要去跟客户合同这个事情 他认可的情况下可以签 不认可的情况下 可以正常就是可以不签 他要是不签的话 会面临什么样的服务损失 你不签的话 就是这个协议上 由于王先生并不认可 该公司所附加的 购买保险 才能享受保养的协议 所以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 那么此事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随后我们咨询了律师 公司虽然注销了 但是有承接他业务的 还有承接他权利义务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那么目前这家公司 既然承认之前的业务范围 那么之前的合同 他们也应当承认 他是没有权利单方面 变更要求增加 这个其他的这些条件的 建议当时呢 首先呢 双方最好协商 解决这个事情 如果协商不成 可以合同纠纷 未有到人民法院 提起相应的诉讼 守望都市报道 2号我们节目当中报道了 长春市林河街 凯撒花园小区二区的业主 反映小区垃圾很久没人清理 门口的垃圾箱都堆满了 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当时有人表示 是部分业主在交物业费的时候 和物业产生矛盾 才导致出现这样的事 节目播出之后 小区的物业公司 也联系我们说明了情况 2月2号 守望都市栏目报道了 长春市凯撒花园二区 因无人管理 导致小区门口堆放了很多生活垃圾 已经4天无人清理 采访时 记者见到了一位业主代表 他说 小区内的物业放假通知 是他们自行张贴的 物业直接给外社区和街道办公司 打电话放假了 我们看垃圾都对称杀了这几天 那是因为你们业主想罢免这个物业 已经罢免了 就是我们后期通过社区 开业主大会 已经把他罢免了 让他撤除 他不撤除 就是他现在就是 也不说气管 也不说撤除 就是放假了 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可能物业公司 这个三四个月份的 那个物业费没收那么矮 然后可能在业主有一些矛盾 就是因为他们有矛盾 所以导致小区人在垃圾 没有清理 是吗 应该是这样 可是我们也 就是也是一直在了解阶段 节目播出后 凯撒花园二区的物业公司 广源物业联系了我们 并表示 去年八月份 小区的业主就已将物业公司解聘 八月十七号到二十七号之间的公司机 已经公司完了 所以说到2020年八月十七号为止 那个业主就已经把物业给解聘了 解聘以后呢 咱们物业这边是怎么做的呢 是马上撤厂了吗 还是怎么回事 在那个小区 没找到新物业的情况下 咱们还得继续为人服务吧 那为什么选择在一月份的时候 咱们这边物业这边撤厂了呢 因为实在是无力承担费用了 关于业主这边反馈说 你们告诉社区说你们放假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了解了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可能说放假 解聘了就是解聘了 物业公司的人员表示 针对于门口堆放的垃圾 已经清理完毕 而关于物业公司继续服务 还是业主在自行找其他物业入场 目前双方还在协商当中 物业没有在小区贴通知吗 说你们已经离场啊 离场的时候已经口头告知 产生的那些垃圾 全都是在我们被解聘之后 产生的垃圾 门口那些垃圾 现在已经清理完了吗 对 对 已经清理完了 我们在旁协助 然后社区和街道组织的 首王都市 新京 海波报道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并于今年的3月1号起实行 对比2012年 新的司法解释 增加了认罪认罚案件的 审理缺席审判程序等内容 新刑诉法解释的公布施行 对人民法院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 正确履行审判职责 规范办案活动 保障诉讼权利 确保修改后 刑事诉讼法的准确有效实施 实现惩罚犯罪 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进一步强化辩护权保障 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 法律援助机构 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 被告人有权约见 值班律师 针对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并存的情形 明确规定应当赋予被告人选择权 尊重被告人的选择 被作为证据向人民法院 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 准许辩护律师查阅 切实保障查阅权 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重申 同案同审的一般原则要求分案审理应当以有利于保障庭审质量和效率为前提强调分案审理 不得影响当事人制政权等诉讼权利的行使 首网都市编辑报道 2月3号工信部发布通知 要求电信企业提升5G服务质量 并且针对部分电信企业对用户提醒不到位 宣传营销不规范等情况提出了要求 打开某消费投诉平台网站可以看到 不少消费者反映了5G业务相关的问题 主要包括频繁接到推销电话 在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被升级5G套餐 或者开通套餐后无法取消或变更回原来的套餐 部分企业未充分告知用户使用5G网络的条件 还有没有有效提醒用户原有的套餐已经下架 那么变更5G套餐以后 没有办法再选择回原来的套餐 此外在营销推广方面和自费套餐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工信部最新通知要求 企业不得误导强迫用户办理升级5G套餐 未经用户同意 不得擅自开通5G套餐升级包等服务 对于4G套餐查询办理入口不得隐蔽设置 记者查看三大运营商手机营业厅发现 目前已均能找到4G和5G套餐办理入口 一方面是维护用户的执行权 另外一方面要维护用户的选择权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真实意愿 对5G业5G套餐的选择办理 变更 节约等进行自主选择 工信部称 电信企业应健全4个提醒机制 充分保障用户的知情权 同时 电信企业应严手4条营销红线 切实维护用户权益 此外 工信部还要求 电信企业应针对更换5G终端 办理5G套餐 使用5G网络的具体方法及享受服务的差异 做出清晰准确解释说明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商学院宣讲拼团购 自己拼 拉人头都能反例 21个人乘一个团 大家来去一起付费 但只有一个人能抢到 抢不到的以后的话 他是给你本金返回 额外给你6块钱 21人拼团坐享分红 团成了 钱花了 分红为啥不对线 花进来了就拿不出来了 10个少一天就不赚 不赚一天也挣300块钱 我花2万来块钱了 感觉到好像是被骗了 有几千的几万的 共计有60多万 提现问题咋解决 记者走访公司求答案 如果查复出来 这个情景会有不舒服 接口人不到15天 这是我不知道 南对县的拼团购 首王都市 今日关注 清血八味片 国药清风血血好心脑好 本来目由长春万科地产 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首王都市 前段时间呢 长春的徐先生经朋友介绍 到吉林省北加中药集团 商学院听宣讲 活动上呢 介绍了一款名为 一家通的应用软件 据介绍啊 在这个应用软件上面 拼团购买商品之后呢 不但自己可以赚钱 如果能拉朋友一起参加 这个拼团购呢 分享者还能获利 于是啊 徐先生不但是自己加入了购买产品 还拉了很多人一起拼团 但是最终呢 对方承诺的分红和反例 都没有兑现 2020年那12月初 通过一朋友到北加集团 了解到这个拼团购 通过二维码 直接下载这个一家通 这个一家通点进去 商城里呢 是有四款产品 它是598 是当时听到商业院来宣导的 21个人呢 乘一个团 大家来去一起付费 但只有一个人能抢到 抢不到的以后的话 他是给你本金返回 额外给你6块钱 抢到的以后 他累计付过5次 就是你花了3000块钱呢 他是给你6000 徐先生说 当时他们是在吉林省 北加中药集团商学院 听的宣讲 有讲师给大家介绍 在一家通里怎样拼团 吉林省北加中药集团的 其中一位负责人 还亲自给大家分享了 拼团的模式和玩法 100次以下不给了 那不算动态讲啊 那不是领导人 也不是团队啊 北加这个 不上下级的关系嘛 比如说 我现在自己拼 刷一单得6块 我让谁进来 他的 我下边刷一单 给我贡献3块 这是他没拼中的情况下 但是他要拼中的话呢 给我贡献的是18块钱 每个层级都是复制 再往下隔袋的话 就变成1块5了 再往下可能就变成1块 最终不管多少袋 变成1毛 自己可以推自己 几位当事人说 当时他们有的人 是自己将银行卡 绑定到了一家通的APP上 有的人是将拼团的钱 交给了北加集团的工作人员 他们会将钱充值到 消费的账户后 再进行拼团 级别当事人也介绍了 这个拼团的购买和提现的方式 用那个银行卡来购买 USDT USDT再转换成BLT BLT就可以拼团了 提现是用BLT 它转换成USDT 直接转换 卖出 直接就秒收了 现在没有人收了 啥也没人管了 花进来了就拿不出来了 一个号一天能拼5次 我就注册了10个号 10个号一天 就不断 不断一天也挣300块钱 你花多少钱呢 我花2万来块钱了 几位当事人告诉记者 一家通这个APP 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1点 可以拼团 在北加集团竞拍群里 每天还有工作人员 继续分享拼团模式 和兑换分红的时间 之前在一家通里 大家是可以进行提现的 可是半个多月以前 就不能提了 大家也将此事多次反映到了 吉林省北加中药集团 在2021年1月21日 吉林北加中药集团 还对不能提现的问题 发出过公告 现在一家通这个APP 每天在正常拼团 在网站上搜索一家通 和北加集团的关键词 还能搜索到拼团的规则 网站上的宣传 对这个拼团够的这个模式的 一个讲解的视频 在他网站上都有 但是现在打开这个网站 是打不开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感觉到 好像是被骗了 我了解到周边的朋友 三四十人 有几千的几万的 共计有六十多万 听起来这钱是挺好赚的 但是这事啊 也是挺复杂 还真得有人上课 才能听明白 可是钱拿出去了 却拿不回来 放在谁身上都得着急 那这些用户说呢 前几天 他们也与这个吉林北加中药集团 就不能提现的事是协商过 那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了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针对此事 在2021年1月23号 几位当事人 与吉林省北加中药集团 进行了协商 当时公司的董事长 也说明了情况 五天赚查经历后 人家心里边知道 我还回哪儿了 我凭他们自己拿来跑 但是你赚 你们五天查账都不给 对不对 给 这是市场的钱 这是老百姓的钱 这个钱动不动 那么刚才啊 包括管理团队 包括同志让 给大家一个年轻的交代 给我们实现 到时候 七天之后 五天之后 查出来了 这个钱 我要追回来给大家 如果查不出来 这个钱也会有个说法 距离上一次沟通的时间 已经过去十几天了 大家的钱还是没有拿到手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 记者和几位当事人 一起来到了 位于长春市静岳区 生态大街 华荣泰 七栋23楼的 吉林省北加中药集团 股费有限公司 当时我们就是在这里边 会议室开的会给蒋的课 蒋的说这个拼团 北加拼团 这件事 在这个屋里头 他们北加 请的商学院的老师 他们给我们看那些产品 然后给我们讲 刚才拼团不就拼团 北加的产品吗 现在就是这个吗 对 这一个 这都是他们的产品 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公司的董事长 不打其电话 也没有接通 白黑枸杞 四五家 大的 谁的一周时间 打不同 是不是 没有解决 他那个说给我们一周时间以后 还是给我们解决 但是后来以后的话 又告诉又不解决 几位当事人找到了当初 给大家分享课程的 其中一位负责人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指引 记者与公司的另外一位负责人 进行了沟通 我来这个事儿几天 十天有余吧 他们说是不是真的呀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刚来 我接法人不到十天 那他们说那个一家负责人 那个APP 是怎么得这样接法人 不是 他们那个盘盘点卖 可多想给他 他们说的 他一般 我要是没开车 我的六块日的板块 这是平坦的事 我不知道 这是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到底谁是淘汰上 什么谁谁上来 这我不能知道 他们说的这种运营模式 咱们 有个情况 随后 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上进行了查询 吉林省北加中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 目前是存续的状态 法定代表人姓刘 由于我们始终没有联系到该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北加集团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各位当事人的钱什么时候才能拿回来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几位当事人表示 他们还会将此事反映到各职能部门 寻求帮助 来北加集团找董事长 董事长不在 打电话不接 总裁那以后的话 现在说他也不是公司总裁了 完了现在他儿子呢 说以后刚接班 十天 公司现在更名了 我们现在找谁啊 只能报警了 守望都市报道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使用这些网络上的应用程序时 不但要谨慎使用 避免落入骗子的陷阱 还要当心一些应用程序 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 昨天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就通报下架了37款 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移动应用程序 那具体涉及哪些呢 一起来关注一下 近日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信息通信管理局 发布关于下架 侵害用户权益 APP名单的通告 通告指出 2021年1月22日 工信部向社会通报了 157家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APP企业的名单 截至目前 经第三方检测机构 核查复检 上有一起秀 无忧行等37款APP 未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 要求完成整改 未了解应用软件的 下架处理情况 记者今天分别对 一起秀 车轮架考通 考驾照 等十多款涵盖生活服务 和企业办公的APP进行了搜索 发现 像微索屏 单机斗地主 开心版软件等 均已完成了下架 但也有像 相机360 草莓视频 好斗软件等APP 仍可以在应用商店搜索到 并完成下载 工信部表示 到上月26日 工信部实现了 对62万款APP的 技术检测工作 责令2234款违规 APP进行整改 依据网络安全法等 法律和规范性的文件要求 工信部组织 对上述37款APP进行下架 相关应用商店 应在本通报发布后 立即组织对名单中应用软件 进行下架处理 守望都市报道 存款人过去 家人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 想要提取他的存款 这要是在以前 确实是一件很难办的事 那近日 相关部门是联合发布了通知 简化了已故存款人 小额存款的提取手续 便利群众办理小额存款继承 存款人已故 其亲属如何提取存款 一直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 以前继承人提取出 已故存款人的存款 需要向银行提供继承证明 有很多存款金额较小的情况 办理公证 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继承人只能无奈选择放弃提取 或者暂时搁置 我们都市频道热线 就接到过一些 有类似情况的电话 我家小孩的奶奶就是他去世了 就留点钱 他不了密码 我用的那个死亡证明是 开出所那个死亡证明 他大娘用的是那个医院的死亡证明 公证书呢 那个时间就不一样了 当地的公证处 他让我们重新公证 我姥爷已经去世了 他有一个存觉 里边有1万2千块钱 就是密码是不是错了 说死了 我们就求不出来了 银行想要公证 针对已故存款人小金额的存款 继承人如果先公证再提取 则需要承担一定的时间成本 和公证费用支出 而如今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2021年2月4日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联合发布了 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 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 对此项业务的相关规定 做出了调整 已故存款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 或受遗赠人 向银行业金融机构 申请提取已故存款人 账户内存款 及该行发行的 非存款类金融产品 金额合计在1万元以内的 无需提交继承公证书 同时考虑地区经济差异 和银行业金融机构间差异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 在5万元以内 上调免公证提取的账户限额 所有的存款不超过1万块钱的情况下 将已故存款人的存款提取手续 进行了非常重要的一步简化 由原来的继承公证 加上银行审核的环节 变为了仅仅是银行审核的环节 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 它可以提高办事效力 节省公证费用的支出 也省了很多的麻烦 首王都市西然海军报道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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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继继续收看首王都市 节目的最后看一眼咱们的微信平台 今天大家对于吉祥码有了新的升级 大家都觉得挺好的 现在有人就说大家出门拿着手机扫码 这年轻人用着方便 对于老年人来说真是一种困难 因为大多数老年人都不太会用智能手机 出门使用不仅觉得不方便 还都很犯愁 也希望不光是吉祥码 其他的比如支付什么的 也能再人性化一点吧 尽量是可以做到方便所有人 那好了今晚的经典剧场将全新接荡一部 经典好看的年代大戏大家庭 这部剧由余和伟刘薇薇主演 讲述了70年代知青回程背景下 三个家庭纠缠不清的恩怨 以兴衰传辱 故事精彩 欢迎收看 好了我们今晚节目到这里先结束了 明天见 再见